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到同学问有问说这个消费税这里卷烟和白酒的税率考试的时候会给吗 我是有一点遗憾的告诉大家啊 今年考试的时候在有一批延期的考试里有一套试卷里关于卷烟白酒 它的消费税是没有给出来的 它是没有给出来的 但是这块要是放到今年来 比如说我建不建议大家来进行背记呢 还是不建议 就是在历年的考题里他都给出来了 而且说实话这个消费税的税率啊 它挺难记的 你记的话也没多大意义 所以说今年我们站在学习的这个角度 还是不建议大家来记啊 我觉得今年研考他没给呢 就是初题老师故意来刁难大家的 好吧 这个是我们说卷烟白酒的一个消费税 好嘞 那今天我们现在讲到哪了知道吗 来看一下啊 现在讲到哪了 我们打开打好基础啊 打开打好基础 然后呢 我们翻到122页上 我们把上节课的内容先简单的回忆一下 好吧 很多同学都说这一周一次课 基本上上下次课之前呢 前面学的内容也差不多忘完了 对吧 那我们先简单的回忆一下 好吧 然后消费税这块啊 前面关于征税范围 我们就不回忆了 这里呢 有很多细小的知识点 上节课的时候 带大家总结了 我们也一起带大家梳理了一遍 然后再后来呢 我们就是讲的消费税应那税额的计算 关于计算这块 想要跟大家再说的一 再强调一遍的呢 就是在讲计算的时候 你注意啊 我们没有按照打好基础上的顺序来讲 我们说消费税这里 在算税的时候 它的纳税环节非常非常的重要 所以咱们在学的时候呢 是分环节来学习的 记起来这句话了吗 我们说分环节学习啊 我们是分生产环节 委托加工环节 进口环节 特殊环节 这四部分来进行学习 然后上节课呢 我们讲的是生产环节 我们说生产环节这里面 你生产出来的这个货物 一般情况下就是直接拿出去卖的 对吧 一般情况下都是要对外销售的 然后对外销售的时候呢 根据消费税 它的计征方式不一样 我们分别讲了从价计征 从量计征和符合计征 这三种算税的方式 然后呢 讲完了一般销售方式 咱们又讲了资产自用 来看一下这个PPT 有没有印象 熟不熟悉 熟不熟悉 资产自用这儿呢 上节课我们没有讲计算 我们讲的是资产自用 哪些情形下 你要来算消费税 哪些情形下 你要来算消费税啊 首先 如果说 你生产出来的应税消费品 你连续生产应税消费品的话 用不用来算消费税呢 你去想一下 来看一下啊 不用对吧 因为你最后生产出来的 这个应税消费品 他最后在对外卖的时候 他还会再来征税 所以说 在你移送的这个环节 就不用来纳税了 除了这一种情况之外 剩下的所有的资产自用行为 都要来征收消费税 那具体来说 比如你拿着生产出来的 应税消费品 用于生产非应税消费品 上节课的例子 就是拿这个香水精 香水精 给他生产沐浴露去了 对吧 那香水精呢 它是应税消费品 沐浴露呢 它是非应税消费品 你生产出来的这个沐浴露 在对外卖的时候 它是不征收消费税的 所以说 在这个应税消费品 用于生产非应税消费品 这个移送的环节 咱们就要来征收消费税了 对吧 这上节课啊 还没结束 还没结束 还继续 我们说除了连续生产之外呢 剩下的其他的资产 自用行为 也是要来征税的 比如说 你就拿着香水精 你就用于赠送给顾客了 你就用于投资了 用于分配了 用于集体福利了 或者是说 你拿着自己企业生产的小料车 你用做自己管理部门来使用了 是不是都要来征收消费税 对吧 这是我们上节课讲的 资产自用 哪些情形下 要征收消费税 哪些情形不争 好 那下面啊 一个问题就来了 那既然我们说了啊 这两项情形里 它都是要征收消费税的 好 那争的时候 怎么来算税 注意怎么算税 就是这节课的指示点了 怎么来算税 首先呢 我们还是说 从量计争的这种情形 来 你先告诉我 从量计争针对的是哪些消费品 哪些税务 它是从量计争的 回忆一下 上节课告诉大家 黄皮油 对吧 啤酒黄酒成品油 对 对于这些黄皮油来说 啤酒黄酒成品油来说 它是从量计争的 那么他们发生自产自用行为 怎么来算消费税 你直接按照移送数量 再乘以它的定额税率就可以了 非常简单吧 移送数量 这就是板上钉钉的一个数 对吧 你不用去猜 直接就是一个确定的数 咱们直接来算就行 所以对于从量计争的这种方式 算税非常简单 好 那如果是从价计争 或者符合计争的这种情形下呢 你想一下这里面 我们在计算消费税的时候呢 都会用到销售额 对不对 都会用到销售额 好 现在不是真正的对外销售了 我是自产自用了 那这个销售额怎么确定呢 你就需要找一个可以参考的价格来去使用 对吧 找参考价格的时候 注意啊 有顺序 你看我们同学就打出来了足价 因为这个足价公式呢 很复杂 你觉得学会了之后呢 你就是想立马使用一下 但是不是上来就足价 我们有顺序 好 这个价格首先你找的是自己的同期售价 就是你看一下你自己企业在卖这个应税消费品的时候 卖多少钱 好 注意这又细分出了两种情况 如果说你是拿生产出来的应税消费品用于换投底 换就是换取生产资料 比如说你拿着响水镜你去换了机器设备 这个就是换 然后底呢 底是底长债务 你去底债去了 然后投就是投资入股 好 你是用于这三种行为的话 你找这个自己的售价 你找的是最高价格 如果除了这种情形之外的其他的应税行为 那找的都是自己的平均价 好 这非常非常特殊啊 这个是我们说在找自己售价的时候 只有换投底用的是最高价 然后剩下的都是平均价 好 那接下来 如果说你找不到自己的同期售价 这就是一个新研发出来的产品 那这个香水晶是先研发出来的 那你怎么去找这个合理的 可以参考的一个价格呢 哎 这种情况下就涉及到组价了 对吧 好 那接下来的问题就是组价怎么来算 我们这节课要重点学习 这儿呢 就是组价怎么来算 来 下面看一下我们的123页 我们看一下组价的计算啊 好 现在在讲组价计算之前 我想问你啊 从量计征的会涉及组价吗 从量计征的会设计组价吗 不会对吧 因为从量计征我们刚说了 看的是移送数量 所以从量计征不涉及组价啊 这儿的组价呢 它只涉及从价计税的情形 以及符合计税的情形 只有这两种情形才会设计组价 来咱们一个个先看 先看从价计税 从价计税 你说我自己企业呢 我研发出来了一个应税消费品 我怎么去找合理的 可以参考的一个售价 那你想 你在定这个价格的时候 你会把什么算进去 本儿你得说未来 对吧 成本我们得算 另外要挣钱吧 利润算不算 要算 还有 这是消费税啊 消费税是价内税 也就是说最后你对外销售的这个售价里是含了消费税的 所以消费税也要算进去 对吧 这三项一加 哎 我们这个组价的公式就出来了啊 组价就是组成计税价格 我接下来再说的时候 我直接就说组价了 你知道我在说的是哪回事啊 就是组成计税价格 好 现在啊 你知道这个公式了 那接下来这个从价计税 它的这个计算公式就非常非常简单了 咱们直接一带进去就行 好 你看啊 这个消费税咋算的 消费税咋算 现在是从价计税 从价计税 那消费税呢 它是不是就是用组价乘以消费税的比例税率来的 对吧 就是这么来算的 对不对 好 接下来 一一项 这不是都有组价吗 你把这个移到右边去 你一项的话 是不是咱们就把组价公式算出来了 它就等于成本加上利润 除以一减去消费税的比例税率 这公式是不是非常简单 对吧 好 这儿啊 我需要大家在打好基础上做一个明确的标注 注意这儿除的比例税率是消费税的比例税率 不是增值税的比例税率 不是增值税的比例税率啊 这个公式呢 我们刚刚就跟大家推导完了 好 需要你标记好的就是比例税率是消费税的比例税率 这个我们说又是成本加上利润除以一减去消费税比例税率 好 那考试的时候 如果给直接给出来你利润 你就直接往里带就行 如果说他给出来的是成本利润率呢 举个例子 那现在啊 销售一批化妆品 如果说他的成本是一百万 题目中给出来利润率是百分之十 这个化妆品 他的消费税税率呢 是百分之十五 那你去算一下他的组价怎么算 组价怎么算 你首先呢 你得把利润确定确定出来 对吧 那利润就等于成本乘以成本利润率 好 这个是利润 好 你然后呢 加上成本 这个就是成本加利润 然后除以一减去消费税的比例税率 咱们就算出来了 对吧 这个公式还好吧 不答吧 好 接下来啊 还要提醒 我们在讲增值税的时候 增值税的时候 我们用一个金额除以一加上增值税的税率 我这是在干什么 我除以一加上增值税的税率 这是在干嘛呀 这块非常有同学 容易混啊 对 我这里呢 我是在做价税分离 对不对 没问题 我这儿 我是在把这个价格分成不含增值税的价格 那现在 这个除的呢 是一减去消费税的比例税率 这又是在干什么 我现在除的是一减消费税的比例税率 这个呢 是把我的组成积税价格给他换成含增含着消费税的一个价格 对不对 相当于是在还原消费税 哎 这个一定要搞清楚啊 非常多的同学呢 学到这就混了 所以说这个税率啊 千万别给他用错了 好吧 这个就是咱们组成积税价格这想跟大家说的 来接下来再来说符合积税 符合积税啊 你别看这个公式非常非常的长 但是他不复杂 我们还按照刚才的思路往下想啊 这个组成积税价格 他包含三部分 对吧 一部分是成本 一部分是利润 然后另一部分呢 是消费税 好 你这三部分加完之后就是最后的组成积税价格 好 现在消费税怎么算 人家是符合积税 符合积税你说咋算 从价加上从量 对不对 那从价的部分呢 就是用组价乘以消费税的比例税率 然后从量的部分呢 那你就看数量是多少呗 对吧 我们就用数量再乘以一个定额税率 你把这个带进去 你看组价是不是出来了 带进去之后 然后把这个消费税这样的一项 又出来了 对不对 那最后的结果就是成本加上利润 加上从量税 这个啊 他就指的就是从量税 加上从量税 最后再除以一减去消费税的比例税率 就可以了 也就是成本乘以一加上成本利润率 再加上从量税 再除以一减消费税的比例税率 好 这个公式啊 你理解了 那接下来我们还要学习两组组价 其实道理都是一样的道理 现在在这推倒了一遍 一会就不再推倒了 好吧 最后呢 说这个消费税 这里成本利润率 你用来记吗 不用记考试的时候一定会给出来的 不用管他 好吧 从中给出来多少 我们用多少就可以了 好 这个是我们说的组价啊 学到这儿 我们资产自用 我们就说完了 来下面做道题 练习一下 看一下这个 说某化妆品公司 将一批自产的高档化妆品 用于职工福利 看见这句话 你先去判断 要不要交消费税 要不要交 要呀 这不是高档化妆品 用于职工福利了吗 对吧 这种情形下 他要交消费税 好 接下来 你再去读题干 那这批高档化妆品 他的成本给出来了 成本利润率给出来了 消费税税率给出来了 然后呢 那为人自己同类产品市场上的平均销售价格是10万块钱 也知道 最高售价是12万 让你算一下 这批高档化妆品应该缴纳的消费税税额是多少 来是多少 不错嘛 用平均对吧 用平均 非常好啊 这个他是要缴纳消费税 他属于自产自用要缴纳消费税的情形 那现在我们第一个找的价格呢 就应该是自己的售价 对吧 这是要找自己的售价 好 接下来你去判断 他是属于换底头的情形吗 不是啊 这不是换底头 所以他找的不是最高价 那他找的是平均价 那平均价这给出来了 就是10万块 所以咱直接平均价用出来了啊 直接你用这10万 再乘以消费税的税率15% 就直接算出来了 对吧 非常好 非常好啊 大家都做对了 那这个还不错 来下面 下面 我再改一下啊 如果说题目中呢 他不是说用于职工福利了 不是用于职工福利 用于抵偿债务 那你再去算一下消费税是多少 改一下 这儿不是用于职工福利 用于抵偿债务 抵债这种情况下就应该找最高价了 对吧 你就应该用12万 然后乘以15%来 好 非常好 这是消费税啊 没结束 我再让你算一下 他应该缴纳的增值税是多少 应该缴纳的增值税是多少 那你去想在增值税里 我们在适同销售的时候 怎么还有人打零呢 我说一半 你想 在增值税里啊 你高档化妆品 你拿过去抵债了 你要不要缴增值税 你也要缴增值税 对吧 你缴增值税的时候 你用到的是平均售价 而不是最高价格 所以说在算的时候呢 你应该用平均的这10万块钱乘以13%来算 好吧 这儿是想提醒大家的啊 上节课的时候呢 我们给大家提到过一个词叫一价两税 一价两税也就是说 你在算增值税和消费税的时候 用到的这个计税依据啊 都是一个数 你看现在这种情形下 一价两税还管用吗 是不是一价两税就失灵了 对吧 所以这儿是想 我想提醒大家的啊 如果说出现了换底头的这种情形 你在算增值税的时候 你要用平均价 但是你在算消费税的时候呢 你用到的是最高价格 好吧 这块把比较做好 好 接下来我们再说 刚刚有同学在问 说你这个消费价格啊 这12万也好 这10万也好 为什么不进行价税分离 为什么不进行价税分离 这儿呢 这个提干里 他没有明确说告诉你这个价格呢 它是一个不含税的金额 这属于提干 他没有表述清楚啊 这个我们用的就是一个不含增值税的金额 如果说提干给出来的说是 含税的售价是10万块钱 那你在算的时候就用10万除以1加13%加税分离之后 我们再去算增值税 明白吗 明白吗 这个提他给出来的 他没有说这是不含税的金额 但是啊 这属于他表述不清楚的情形 好的 那这块我们解释到这儿 好吧 然后接下来再说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你说这个销售额里 这个销售额10万块钱 我用不用除以1减去消费税的比例税率 用不用除 不用对吧 因为这个销售额本身就是一个含消费税的价格 所以你就不用再除了 好 非常好 这道题过到这儿 来 下面继续做 继续做啊 说看这个化妆品公司呢 他还是拿着自产的高档化妆品用于指纹福利了 那化妆品的成本告诉了 现在没有同类产品的市场销售价格了 找不到了 好 找不到同类市场销售价格的话 接下来我们在干嘛了 该干嘛了 该组价了 对吧 来 那接下来你就列一下这种情形下 应该缴纳的消费税税额是多少 这是资产自用的情形 那组价的话 现在高档化妆品 它是属于从价即征的情形 对吧 组价你就应该用成本加上利润 除以一减去消费税的比例税率 这是组价 那我们就带一下呗 成本就是八万块钱 然后利润这样呢 给出来利润率是5% 然后你就是再加上八万乘以5% 然后除以一减去消费税的比例税率 好 这个就算出来了啊 这个算出来的就是组价 好 算完了之后 你再乘以消费税税率15% 这个就是应该缴纳的消费税税额 好吧还不错 大家没有疑 好嘞 那这块我们就过到这 来下面 我们需要把增值税的适同销售和消费税的适同销售 给大家做一个对比 首先说用于连续生产的这种情形 用于联系生产 在消费税里面 如果说用于连续生产应税消费品 它是不用征收消费税的 就是在你移送的环节不征收 如果用于连续生产非应税消费品 这种情形下 在移送的环节呢 我们要征收消费税 好 接下来在增值税这里啊 如果说企业你拿着自己产出来的这个产品 你用于进一步加工了 要不要缴增值税 不缴对吧 在增值税这 只要你还在这个生产线上 你是用于连续生产的 那你在移送的时候都不要缴纳增值税 因为它还处于生产经营的环节 好 这个是我们说用于连续生产的情形 如果说是用于换底头的情形呢 刚刚说过了 消费税和增值税都要来交 不同的点在于消费税这里 我们找的是最高的售价 但是增值税这儿呢 找的是平均的售价 这个是用于换底头 好 用于其他的情形 比如说馈赠赞助 集资广告 样品等等 这种情形下 增值税和消费税 我们都要来交 都要来交 消费税这里 如果有售价的话 我们找的也是平均售价 增值税这儿 我们找的也是平均价 这儿没有什么差别 好 再接下来啊 你再来看下面这种情形 拿着应税的消费品 用于管理部门 刚刚说的 拿着小汽车给自己 这个财务部用了 用于管理部门 或者是说 拿着应税消费品 用于在建工程 拿着成品油 用于我们的一些在建工程 好 这种情形下 消费税 它是要来缴纳的 对吧 要来缴纳 因为我们说 在消费税这儿呢 只有加应税消费品 用于连续生产应税消费品 它不征 剩下的所有情形都要征 所以这种情形下啊 消费税要征收 但是增值税 它不征 这需要注意 增值税不征 上节课 我们也跟大家讲过了 因为这种情形 本质上 它还是在用于企业的生产经营 只要你是用于生产经营 都不用征收增值税 对不对 这个是我们讲的 这里 这两个增值税和消费税 他们是同销售的一个对比 好吧 解题高手 这儿值得大家下去之后呢 再去认真地看一下 好 那这块我们说到这儿 来 接下来 看一道题 来 再来练习一下 说企业发生的 下令经营行为中 应该同时缴纳增值税 和消费税的有哪个 这个题啊 有点难度 你看他说 要同时缴纳增值税 和消费税 来一个个看啊 说A 是酒厂将自产白酒 用于生产酒心巧克力 那我问你 增值税交不交 哎 你们做的太快了 A 它是用于连续生产了 用于生产经营 增值税是不交的 对吧 消费税交不交 消费税 白酒 应税消费品 酒心巧克力 非应税消费品 好 这种情形下 消费税 它是要交的 但是A不选呀 因为人家说同时缴纳的 对吧 好 再来看B啊 B说4S店销售超豪华 小汽车 销售环节 你卖车你肯定要交增值税了 他肯定要交没问题 消费税呢 超豪华小汽车 在零售环节加征 所以他也要来争 没问题 那这个TB就选出来了 你再来看C C说英九超市零售白酒 零售白酒 增值税交不交 增值税我们就是不是单一环节纳税啊 每个环节 只要你有销售 有增值都要交 对吧 这个增值税肯定要交的 没问题 消费税呢 消费税 它是白酒 它是英税消费品 没问题 但是白酒是什么环节征收的 白酒是升为尽环节征收 对吧 现在你都到了零售环节了 它就不征了 对 这是C啊 好 再来看D D说首饰经销商进口国金箱钻首饰 好 进口这个首饰增值税交不交 增值税 我说进口户物的纳税人 他也要交增值税 对吧 他是要交增值税的 没问题 那消费税交不交 消费税交不交 现在进口的是相钻首饰 他不交 对于金银博钻来说 他是在零售环节缴纳的 你现在进口的话 他就不交了 对吧 大家掌握的还可以吗 3.6我们过去了 过了 来下面 商场环节 再来做一个梳理 你看啊 商场环节 我们讲了一般销售方式 它的一个计算公式 都给大家列上了 那你在做题的时候 对于符合计征的这种方式 一定要注意 价税 不是价税了 一定要注意单位统一 单位统一 因为按照从下算的这部分 你算出来往往是一个万元 然后从量算的这部分往往是一个元 所以做题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单位统一 好吧 这是我们说的一般销售方式 想提醒大家的一点 然后第二个 资产自用这块 资产自用 你在做题的时候 首先要判断 它是不是属于征收消费税的情形 如果拿着自产出来的应税消费品 用于连续生产应税消费品不征 剩下的都要来征 好 要征的时候 下面我们要确定要交多少消费税 那接下来你就要判断 它到底是从量征还是从价征还是符合征 如果是从量计征 非常简单 直接看一送数量 好 如果是从价或者符合计征 注意 在确定销售额的时候有顺序啊 我们先找自己的同期售价 如果自己没有同期售价的话 你再来找组价 再来找组价 好 你再去想增值税适同销售呢 增值税适同销售 我们在确定销售额的时候 我们说也是一次确定 但是它有三个确定方式 你还记得吗 我们首先找的 也是自己的同期同类的平均价格 然后呢 第二个找的 你是他人的平均价格 对吧 如果这俩都没有 你最后呢 你是组价 但是你看消费税这 我有找他人的平均售价吗 没有 没有 好吧 因为消费税呢 你说这个不同的纳税人 他这个价格呢 千差万别 可能差异非常大 你找别人的呢 没有参考价值 所以说消费税这 没有他人的平均售价 把这个细节留意一下 好 那关于生产环节 我就讲到这 下面在我们打好基础上呢 该是特殊环节 消费税的计算了 我们把位置给他稍微的往后挪一下 好吧 我们讲完进口了 我们再来讲特殊环节 好 再接下来我们就是讲委托加工环节 委托加工环节 别拿消费税的计算 在讲委托加工这儿呢 你首先要能理解委托加工 它到底是一个什么含义 是什么意思 什么是委托加工啊 委托加工这里面肯定有两方 对吧 一个是委托方 那另外一个就是受托方 委托加工业务 他就是说委托方 你提供原料和主要材料 那对于受托方来说 我仅仅是提供加工的这种劳务 那中间呢 可能给你带电部分辅料 但是主要收的还是加工费 那这里面也可能有部分的 辅助材料的费用 这个叫委托加工 它最最本质的一点 这个原料和主要材料 必须得是委托方提供的 必须得是委托方提供的啊 你看下面这三种情形 它都不属于委托加工 你看第一个 受托方提供原材料 生产的盈水消费品 好 你受托方 你提供原材料 你自己加工 加工完了对外卖 这不就是一个生产销售行为吗 对不对 这就是一个生产销售行为 这不是委托加工 这第一个 你要能判断出来 然后第二个 第二个呢 是这个受托方 我先卖一批原材料给委托方 好 卖完了之后 这个委托方 他再让我受托方 再来进行加工 你看你倒腾来倒腾去 这本质上还是受托方 他提供了原材料 并且他提供了加工服务 对吧 这还是他自己销售的一个行为 所以他也不属于委托加工啊 然后第三个 第三个是受托方 以委托方的名义 购进原材料生产的盈水消费品 就是这个原材料 是你受托方 买过来的 你就算是以委托方 名义买的 也不行 好吧 这三个 他都不属于委托加工业务 他都应该按照自制 盈水消费品来缴纳消费税 这个你要能判断出来啊 虽然很简单很简单 但是真的到考场上了 你也能判断出来 好 下面 在讲之前呢 我们要跟大家 再深的讲一点 这个委托加工业务 现在我们说委托加工业务呢 有委托方 有受托方的两方 现在委托方呢 他就给受托方呢 委托他加工一批原材料 我们就委托他加工高档化妆品 好 这个高档化妆品 他的材料成本 假设呢 是五百万 材料成本是五百万 好 接下来 他再收回来 这个加工好的 高档化妆品的时候 他要向受托方 支付什么金额 肯定 支付一部分 加工费得收 对吧 加工费得收 我们假设加工费呢 是一百万 然后另外 如果受托方 带电了一部分辅料的话 这部分辅料的费用啊 也要给人家受托方 所以辅料呢 我们假设 他给了受托方五万块钱 好 上面提到的 这五百万也好 一百也好 五万也好 他都是一个不含增值税的价格 都是不含增值税的价格啊 我们看 在这个业务里 涉及到的消费税和增值税分别是怎么处理的 这就比较综合了啊 需要你注意来听 来 我们先说消费税 在这个业务里 消费税的纳税人是谁 纳税义务人 这是上节课刚开始讲消费税的时候讲的 对吧 委托方 他是纳税义务人 什么时候纳税 在他收回委托加工应税消费品的时候 在他提货的时候纳税 对 所以现在委托方呢 他是纳税人 但是这个税呢 我们说是由受托方来 带收带缴的 对吧 所以说受托方呢 他是带收带缴义务人 这个是对于消费税 谁是纳税人 谁是带收带缴义务人 我们就说好了 来 接下来 你再来看增值税怎么来处理 增值税 现在谁是增值税的纳税义务人 谁是增值税的纳税义务人 那我们说你就去想增值税的征税范围了 是在我国境内销售货物提供加工修理修配老五 对吧 谁提供的 受托方提供的 所以说受托方 他是增值税的纳税人 受托方他要来交增值税 我们看他交的增值税的金额是多少 刚刚告诉了 这个100万也好 5万也好 500万也好 都是一个不含增值税的价格 你判断一下 受托方应该缴纳的增值税是多少 应该是用加工费加上辅料的这个金额 对吧 我们应该是用105万乘以13% 这么来算增值税 好 小四瓜能不能把我挪走 我挡住了板书 幸亏小四瓜把我挪一下 好 这个受托方他是增值税的纳税义务人 他要交这么多增值税 那就构成了受托方的肖像 现在委托方 你向受托方支付了这105万 你拿到票了 那么是不是就构成了委托方的金额项税额 对不对 这个能让我来不 就你支付的加工费和辅料的这部分金额对于委托方来说就成了你的镜像 对于受托方来说他是增值税的纳税义务人那就是他的肖像税额对吧 哎非常好啊那这个业务就给大家收理到这儿 然后再来提示一个小的细节 如果说提干中给出来的这个加工费和辅料的费用呢 他是一个含增值税的一个金额 那你在算增值税的时候 你注意要给他价税分离了 你要注意价税分离了 你给他还原成不含增值税的金额再来算 好吧 这是需要注意的一小点 好接下来刚刚又有同学问 那你看你现在在交增值税的时候 你是用这105万交的 那这500万怎么处理 那我问你啊委托方收回来之后 那他接下来他不管继续加工也好 还是说直接对外卖也好 他是不是总归他自己会对外卖 对不对 那他在对外卖的时候 那肯定这500万就含进去了 甚至比这500万还要高 所以这个500万呢都是后续环节的事了 好吧 辅料也要算啊 辅料也要算 好 这个是我们说的委托加工 这个业务是怎么回事 来下面你再来看这里的基本规定 这的基本规定呢 其实重要的规定咱们说完了 你看在委托加工业务里 委托方他是纳税义务人 受托方是代收代缴义务人 好注意这是义务人 就说明代收代缴 这是受托方的义务 你不干是不行的 你是违法的 对吧 你如果就是这个税 你该代收代缴 你没有收上来 你就要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了 你就要受到处罚了 看怎么罚你 看怎么罚你 哎呦 应缴税款的50%以上 三倍以下的罚款就按照这个来罚你啊 现在这个你需要给他标记下来 这非常非常重要 考试的时候也爱考你啊 让你们自信来表述出来 但是现在呢 你记不记得吧 无所谓 但是你要画下来 这是一个重点 好吧 这个是针对受托方来说的 好 受托方没有代收代缴 那对受托方进行处罚 那接下来这个税 他还是要征上来啊 税务局在征的时候 找谁去征这个税 找谁征 那就看大税人是谁 对吧 纳税人是委托方 所以在补征的时候 找的是纳税义务人 好吧 这是纳税义务人 好 那这个表里啊 咱们就捋清楚了 然后接下来 我们要解决的是两个问题 一个问题 是受托方在代收代缴的时候 哎 代收代缴的时候 到底给你代收多少税 这个税怎么算 这是第一个问题 那第二个问题 如果他没代收代缴 你接下来 你委托方 你不是要来补交税款吗 你补交的话 这个税款怎么算 这是接下来 我们要解决的 这两个问题 好吧 知道这两个问题之后 来一个个解决 我们先说第一个 受托方代收代缴消费税 他应该怎么来算 看这在算的时候 我们在确定 积税依据的时候 又有顺序了 又有顺序了 啥意思 我们先找第一个 第一个没有 找不到了 咱们再找第二个 你看看第一个是什么 第一个是什么 我们找的是 受托方 他的同类消费品的销售价格 对吧 比如说刚刚我们说的高档发装品 受托方呢 他自己也对外卖 好 那么这种情况下 他在代收代缴的时候 就拿着他自己对外卖的一个价格 我们来征收消费税 如果他自己没有了 没有这个销售价格的话 接下来再组价 再组价 那组价公式 来看一下组价公式 组价公式呢 对于大家来说 这个也不难理解了 刚刚我们在讲自产自用的时候 组价公式呢 他是用成本加上利润 除以一减去消费税的比例税率算出来的 对吧 现在你就在他的基础上变形就行 因为委托加工这儿呢 这个成本 那就是材料成本 给他替换一下 那利润呢 你就用加工费给他替换一下 然后这个工资就出来了 这个就出来了 那组成组税价格呢 就是材料成本 加上加工费 除以一减去比例税率 这是从价组税的话 如果从量呢 如果从量呢 从量咋算 思考一下 那我就是应该用一个数量乘一个定额税 对吧 数量咋找 看委托加工收回的数量是多少 不是移送数量啊 不是移送数量 我们说这个消费税 你什么时候发生纳税义务呢 是受托方给你加工好之后 你去提货的时候 你才发生纳税义务 所以要看你收回来了多少 所以就按照收回的数量乘以定额税率来算 好吧 这个是我们说的从量 来 符合 符合怎么算 符合的组价 跟前面讲的资产资用一样 前面呢 就是材料成本加加工费 你给他列上 然后再加上一个从量税 再除以一减去比例税率就可以了 对吧 这个是委托加工这里的组价啊 也还是比较好理解 那这还是想再来提示一下大家 对于加工费呢 出考试的时候 如果题目中给出了你加工费是多少钱 带店辅助材料的费用是多少钱 你记得这两个给他相加啊 辅助材料的费用 也要给他包含在加工费里 这是想提示大家的一点 好 那关于组价这会儿我们就说完了 刚刚有同学问 那这个销售价格 因为我们说 受托方在代售代缴的时候 首先找的是自己的销售价格 对吧 那这个销售价格是平均价呢 还是最高价呢 这是平均价啊 这是平均价 这不是最高价 唯一一个用到最高价格的 就是在自产自用应税消费品用于换底 头的情形下 好吧 然后接下来 还有一个问题 还要解答一下 那这儿呢 组价的时候 我们除以一减比例税率 这个比例税率 是增值税的 还是消费税的 是增值税的 还是消费税的 还是消费税的了 对吧 因为你这部分 你是在还原消费税啊 所以这儿还是消费税的比例税率啊 不清楚的同学一定要把这块你给他写清楚 好吧 委托复习的时候 可别再混淆你 好 这是我们说的这一点 然后关于委托加工账 受托方代受代缴 他怎么来算税 我们就说完了 来 接下来 如果说受托方 他没有代受代缴 那委托方 他不是要补缴税款吗 补缴税款的时候 怎么来确定这个计税依据 怎么确定 我们要看他到底是不是对外卖了 好 如果说委托加工收回的这部分应税消费品 已经对外卖了 已经销售的话 那你就有销售额了呀 对吧 你直接按照销售额来计税就可以了 直接按销售额计税就行 好 如果说你没卖呢 没有卖 尚未出售 或者不能直接出售的话 这种情况下 再按照组成计税价格计税 按照组价的话 就是刚刚这一页PPT上啊 我们列的这两个总加工式 就是这么来算就可以 好吧 这个是我们说的 这两种情形下 到底怎么来确认积税依据的事 我们就说完了啊 好 来 做道题练习一下 做道题练习一下 我再顺便这个空隙呢 再解答一下这个同学的问题 说委托加工 为啥没有同量积税的消费品 不是没有 不是没有 是现在呢 他没有给你写 你知道吧 就是说如果说 你是从量计税的话 我们在算税的时候 直接用你收回来的数量 乘以定额税率就可以了 就是很简单 他不涉及组价 所以没在组价这给你写 明白不 也是要算的啊 一会讲完委托加工的时候 我有给大家总结 总结的这个表里是非常全的 来 看一下这个例题 典例 研习三港八 说2021年12月初 贾高尔夫球剧企业 购入一批皮革 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上 注明的金额是50万 好 说了专票上注明的金额是50万 这个是一个不含增值税的金额 对吧 来继续 当月全部移送至乙皮剧场 用于委托加工100只高尔夫球带 好那这个题里面谁是委托方 谁是受托方 你就知道了吧 假企业他就是委托方 乙企业他就是受托方 对吧 来看问题啊 问的是计算 乙皮剧场应该代售代缴的消费税是多少 代售代缴消费税 那接下来你在确认他积税依据的时候 怎么确认 首先 你找的是乙企业他自己的售价 对吧 你找的是乙企业他的售价 好如果没有的话 你再组价 这个思路清楚了 你再继续往下读题 那你看啊 这个接下来呢 乙皮剧场将全部皮革全部加工成了高尔夫球带 然后加工过程中 发生的辅料成本是3万块 然后另外收取了加工费是10万 这个呢 都是不含增值税的金额 然后接下来又告诉了乙皮剧场生产的同类高尔夫球带 对外销售价格是一只八千块钱 消费税税率10% 那你算一下应该交多少消费税啊 再说再交多少 再说再交多少呢 我们这都列出来了 首先我们找的是以他自己的对外售价 告诉了一只八千对不对 那一只八千 那现在收回来了多少只 收回来了一百只 那你就用八千乘以一百 这个就是他的积税依据 然后再乘以消费税的比例税率10% 咱就算出来了啊 好 那这个题就非常简单 那其实这样出题呢 是想告诉大家 前面我们学积税 足架的时候 足架工事非常非常复杂 但是啊 千万大家别觉得这个足架工事 我好不容易弄明白了 我上考场的时候 我就想秀一下 这个肌肉好不容易裂成了 我就想秀一下肌肉对吧 别着急啊 做题的时候 你一定要看这个老大呢 如果人家出来了 你就别秀肌肉了 这个老大这个移歧售价没出来 你再秀肌肉好吧 提醒一下大家啊 这个是三到八 来下面 我们再来说 委托加工环节 代收代缴消费税的后续处理 说完这儿 说这儿之前呢 又看到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还挺关键的 你看有同学问说 这个价格不用价税分离吗 这个价税 这个价格不用价税分离吗 这里啊 他这个八千块钱 他给出来的 你还是一个不含增值税的一个售价 我们今年 2023年打好基础 我们一定要在这改进 这一定要劣势清楚 这八千是一个不含增值税的售价 好吧 所以就不用价值分离了啊 好 这个知道了 来下面 再来说第三个 第三个呢 说这委托加工环节 代收代缴消费税的后续处理 啥意思 刚刚一直在讲的就是这个委托方 他委托受托方加工了一批应税消费品 好 现在从从受托方这儿把这个应税消费品收回了 收回的时候怎么来交税的一个问题 那现在我们后续处理这儿要说的就是把这个应税消费品委托方拿回来之后 接下来下一步他要拿来干什么 以及怎么来进行处理的问题 以及怎么来处理的问题啊 那接下来你去想他收回来的这个我们就拿高尔夫球包高尔夫球带来举例子 他把这个高尔夫球带拿回来之后那他下一步会干嘛 对外销售呗对吧 他下一步会对外销售 好 那对外销售的时候又有两种情形 一个呢 他不加价 他收回来的按照八千块钱算的税 他就按照八千块钱来对外卖 这一种情形 那第二种情形那就加价销售了 按一万块钱对外卖 对吧 这两种情形下对于消费税的处理是不一样的 这个是委托加工收回的应税消费品 他可以直接对外销售 那第二个情形呢 人家收回来之后 人家是不是还可以用于进一步加工呀 用于进一步连续生产呀 比如说收回来的是香水精 那接下来他再用于连续生产高档化妆品 高档香水的话 这是不是也属于情形啊 这种情形下又该怎么处理呢 我们先打一个问号好吧 这节课也会解决掉 好 现在我们就看对外销售怎么办 我们就看对外销售怎么办 来看这里的表格 委托加工收回的应税消费品对外销售的时候 如果以不高于受托方的低税价格出售的 我们在出售的时候呢 都不需要再缴纳消费税了 因为你收回来的时候 受托方已经代售代缴了 就证明你已经足额缴过消费税了 所以现在不需要再缴纳了啊 不管你现在收回来之后 你对外卖 你是卖7000也好 你是卖5000也好 还是卖8000也好 总之你没有超过受托方 寄税价格8000块钱 他都是不缴纳消费税的 就算你赔本销售 你也别想退税好吧 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 这个名呢 他就叫平价销售啊 然后第二个 第二个呢 也就是正常的一个商业行为了 他肯定要加价出售 如果说以高于受托方的 积税价格出售的话 这种情形下 你要正常申报缴纳消费税 然后前面委托加工收回的时候 不是已经缴过了吗 缴的这部分允许你扣除 啥意思 啥意思 我们还拿刚刚说的这个高尔夫球包举例子 那他收回的时候 受托方他的积税价格 不是8000块钱吗 对吗 现在收回之后呢 他是按1000块钱一个来对外卖的 也是卖了100个 你算一下 他应该缴的消费税是多少 那就应该是这100个 他要首先正常来申报 对吧 那就是1000 不是1000了 1万 少写一个零 那就是1万块钱乘以100个 乘以10% 这是他申报的消费税 然后另外呢 他已经缴纳过的 要给他扣除出去 也就是这个8000乘以100 乘以10% 要扣除出去 就这么来算 这样做的目的是啥 目的是啥 不重复征税 对吧 不能让你一个这个高尔夫球袋上 给他征两道税啊 所以为了避免重复呢 你已经缴纳的这部分允许扣除 好 这个是我们说委托加工收回后 后续处理的第一个情形 对外销售的话怎么处理 然后他的第二个情形呢 是用于进一步连续生产 如果说用于连续生产 应随消费品这种情形下 也是有扣除的 但是你注意啊 我这一定要强调 但是并不是说所有的都能够扣除 它是有范围的 你只有符合扣除范围的话 这部分已经缴纳的才可以扣除 不符合范围的话 不能够扣 好 这是第二点 它跟第一个里面 加价出售不一样的一点 在加价出售这儿 有范围吗 没有 所有的 只要你当时交货税了 你现在都能拿过来扣 这可是没有扣除范围 然后下面呢 如果委托加工收回 用于连续生产 应随消费品的话 这就有范围了啊 好 有范围哪些允许你扣 我们先留一个悬念 我们放到最后的时候再讲 好吧 然后委托加工环节 我们就讲完了 来 下面委托加工环节 我们梳理一下 说到这儿 有同学肯定乱了 肯定乱了 如果说现在你没乱 特别棒 特别棒 来看委托加工环节 委托加工环节 这儿呢 我们总共讲了两大步骤 第一个呢 是收回的时候怎么处理 第二个是收回之后 在后续处理的话 怎么来进行 小税的一个问题 这没有写错 好 来看第一个 收回的时候怎么处理 收回的时候啊 收回的时候 我们说这种情况下 受托方要代收代缴 对吧 受托方代收下代缴 如果说现在应随消费品 是黄皮油 是从量激增的这种 那这种情况下 在代收代缴的时候 就按着委托加工 收回的数量 再乘以一个定额税来算 好 下面 如果是从价激增 或者是符合激增 那么你就需要找一个销售额了 这个销售额怎么找 首先看的是受托方的同类售价 受托方没有 你再来进行所价 这个是我们说受托方 他依照规定给你代收代缴的情形 好 如果他没有代收代缴 那接下来委托方 你就需要补税了 补税的话 从量激增非常简单啊 咱不说了 那如果是从价或者符合激增呢 要看你有没有对外卖 如果你对外卖了 我们就按照销售价格来作为积税依据 来乘以比例税率就行 如果说没对外卖 这种情况下再组价 他的组价公式呢 你看 这一个箭头上来了 跟上面是一模一样的 好吧 你看这儿 不管是受托方 代收代缴的情形下 我们去找这个销售额 还是说委托方补税的时候 我们去找这个销售额 找的时候 你看他共同点是什么 找的时候 共同点是啥 首先看的都是自己的一个同类销售价格 对吧 都是找的自己的售价 自己的售价找不到你再去阻价 不是上来就阻价 好吧 这是他的一个共同点啊 好 这个是收回的时候 我们说完了 来下面收回之后 收回之后呢 如果说你是直接对外出售 直接对外卖 如果是平价出售 这种情况下 税已经足够缴了 不在纳税 好 但是如果你是加价出售呢 加价出售的情形下 已经缴纳的这部分 是允许扣除了 好 允许扣除 扣的时候扣多少 你卖的这部分 他对应的缴纳的消费税可以扣 没卖的那部分不能够扣 你知道吗 卖多少扣多少 明白 那这呢 他是没有扣除范围的啊 好 这个我们说的是直接对外销售的情形 然后下面 连续生产应税消费品 哎 这打了一个问号 我们留个悬念 一会再来说 好吧 委托加工 我们说完了啊 这个环节又说完了 来下面 我们再来看一个进口环节 进口环节 进口的时候 你也要缴纳消费税 那当然这个仅仅针对进口应税消费品来说的啊 进口应税消费品 你看 报关进口时缴纳消费税 向哪儿缴 注意不是向纳税人 他的机构所在地 我们是向报关地海关申报纳税 因为进口环节谁来征啊 海关来征对吧 所以说你在缴税的时候呢 你就向报关地海关申报纳税 这是需要注意的 好 接下来 进口环节 我们要确认应该缴纳的消费税 咱又来说呗 有从量的 有从价的 有符合的 好 如果是从量计证怎么算 如果是从量计证怎么算 那我就看你进口的数量是多少了 对吧 你直接用进口数量再乘以这个定额税率就行了 这个比较简单啊 进口数量乘以定额税率 好 如果是从价和符合计证呢 这种情形下又要用到积税依据了 又要用到销售额的确定了 但是这个销售额咋定 你找不到一个同类的销售价格了 所以咱们上来就足价 直接不看别的 直接对于进口来说 对于从价和符合上来直接足价就行 好吧 那接下来你就来看足价公式呗 对于从价的这种情形下 足价的时候 他就是用关税完税价格加上关税 除以一减消费税的比例税率来算 那就是说组成计税价格里包含了三部分 哪三部分 一个是关税完税价格 那第二个呢是关税 第三个是消费税的税率 而不是消费税的税额 对吧 包含了这三部分 这就是他足价包含的这三部分啊 你看这个公式你熟悉不 这三部分 进口的时候 缴纳增值税的时候 我们在算足价的时候 是不是也是这三部分 对不对 对增值税进口的时候 写过 这里啊 足价的公式是一样的 用的这个数都是一样的 好吧 这个是我们说的进口的时候 从价定律的这部分 足价怎么来算 好 那如果是从量的 咱们说过了啊 这说过了 不再说了 如果是符合计征的呢 符合计征的 你在分子的位置 你给他加上从量税就行 别的不便 关税完税价格加关税 加上从量税 除以一点消费税的比例税率 咱们就算出来了 好 接下来 我再提示一点 对于符合计税的这 符合计税的这 如果设计组价的话 咱们辛辛苦苦把组成计税价格算出来了 接下来我们要算应纳税额了 我们要算这个消费税了 怎么算 你要用组成计税价格乘以消费税的税率 哎 这部分你算出的是从价计征的这部分 对不对 后面呢 千万别忘了 从量的这部分你还要给他算上 好吧 从量的这部分你非常容易丢啊 非常容易丢 你做题试试 多跳几次坑啊 也就可以了 从量的这部分一定要算上 好 这个是我们说的符合计成证 来 现在你告诉我 我们学了几组组价的公式 这杰克学了几组组价的公式 三组对吧 三组组价公式啊 这三组公式千万不要给他混 那第一组呢 我们学的就是自产的应税消费品 如果说用于连续生产非应税消费品 或者是用于换底投投分送等等这种情况的话 没有自己的同期售价 我们要组价 组价的时候呢 用的是成本加上利润 除以一减去消费税比例税率来的 这是第一种情形 然后第二种情形呢 是对于委托加工来说 委托加工的应税消费品收回的时候 也涉及组价 那当然他也是在没有售价的情况下在组价 组价的时候呢 用的是材料成本加上加工费 除以一减消费税的比例税率 然后再一个组价公式就是进口的时候 进口直接上来就组价 组价就是用关税完税价格 加上关税除以一减去消费税的比例税率 这个是我们讲的这三组组价公式啊 他们的一个具体的范围 以及组价公式 他具体的计算 要求大家务必掌握 好吧 那今天这节课 第一节课我们先讲到这 然后休息十分钟 我们到八点十分的时候再回来 好吧